这一次两边都在抢的 一个是彰化 一个是澎湖 那么这个事不宜迟了 马上蔡英文接受完专访 下午就赶到澎湖去了 而且国民党也由台北市长郝龙斌 拼去跟他拼了 到底现在有多惊 拜您知己 台北市长郝龙斌来了 澎湖民众好开心 真相合照 郝市长受欢迎 不像浮选 倒像候选人 不过来台教 一定得帮忙说两句好话 郝龙斌没备受政绩 旁边的国民党澎湖县长候选人 苏昆雄连忙搭枪 帮郝市长提示 这回郝龙斌漂洋过海 一连两天 就是要全力拉台苏昆雄 但党内有澎湖王之称的 陈立委林炳坤 怎么海市没现身 林委员是我的好朋友 我都了解他全力支持苏市长 林炳坤每站台 一直是蓝营在澎湖的分裂以忧 早跟绿营 这回参选的成光复 民调士气如空 被视为是澎湖蓝天变绿地的空前好机会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眼探选情大好 冒足全力积极普选 海洋双新联合治理 联合治理 高盆加油 口号很响亮 一旁的高雄市长陈植也来了 因为这一天民进党要用高雄资源 为蓬富雪情再加温 母鸡带小鸡还结合执政资源 这一仗蓝绿都拼了 蔡英文豪龙兵短兵相接 要在关键时刻最后通刺 传令新闻 汪婉瑜 蓬湖报道